女人深更半夜睡不着 拿起篮子里的鸡蛋想吃 可刚包开她却傻眼了 蛋白表面居然有蚊子 而且还对应着什么神秘数字 女人看到后喜出望外 原来就在白天时 她在码头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 于是就将她拦住进行盘查 男人说城里的表姐生了孩子 所以去给她送点鸡蛋 冯曼娜拿起鸡蛋看了看 并没有什么异常 这是自家老母鸡下 你要是喜欢 可以拿你个尝尝 一个大男人拎着一篮鸡蛋 去看坐月子的表姐 朱队长 你怎么看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人了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说这篮子鸡蛋有名 男人听后急忙解释 但这也彻底暴露了她 因为不仅她的理由可疑 就连鸡蛋也很可疑 谁会带着熟鸡蛋去看望产妇呢 于是她就被抓回了特战总部 原来女人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她就是负责间谍和谍报这方面 而被抓的男人正是国军特务 他们将电台密码隐藏在鸡蛋里 去跟带着另一半鸡蛋的胭脂会合 但冯曼娜现在也只是怀疑 因为在男人身上并没找到什么东西 只是一筐煮熟的鸡蛋而已 经过一番严刑逼供后 男人就是不肯招供 于是冯曼娜就找来了渡边 因为她审讯过无数个特务 没人能够扛得住她的手段 可在用电刑的时候 冯曼娜却有些不舒服 而且很快全身发抖 所以晚上就做了噩梦 因为之前她只是个乖乖女 要不是为了复仇 也不会走上这条路 既然睡不着她就到客厅转移 看着眼前的鸡蛋百思不得其解 既然竹篮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肯定就出在鸡蛋上 于是她就包开一个看看 雷承响还真发现了端倪 客情处居然将密码藏在鸡蛋里 这个办法真的是高明了 就当她兴奋之时 青木拍着手掌进来了 青木科长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进展如何 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不是吗 不知道这算不算惊喜 真能想得出来啊 居然把秘密藏在了竹手的鸡蛋里 这只有 这只也有 接着他们把所有鸡蛋包开 发现只是一部分电台密码 原来另一半在胭脂手中 此时的胭脂已经把鸡蛋上的密码 写在了本子上 而且几十个鸡蛋也全被她吃了 这样才不会留下破绽 但她并不知道张国胜已经被逮捕了 因为她是第一批带进来的 所以第二天就按照计划进行 她假装过太太来到一家乡包店 说自己要买一只小皮箱 而且必须得是英国进口的 英国货 很时髦的 就是箱子有点沉 您盯着动吗 只要样子好看 再上我都立立了 我们就喜欢你这种实货的买家 货卖实家吗 我姓萧 朱家镇 萧老板 您要的箱子我马上拿给您 稍等 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 那天在青浦的码头 有没有其他人也拎着一篮鸡蛋 说不定 她跟你击毙的人 是一伙的 好像还真有一个 是个女的 也拎着一篮子鸡蛋 冯曼娜一听瞬间来了精神 又问她那个女人漂亮吗 得到手下肯定的回答 她迅速打开抽屉拿出一本相册 指着胭脂的照片问是这个吗 对 就是她 真的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啊 冯曼娜已经等胭脂很久了 她之所以跟着日本人 就是要杀了胭脂为父母报仇 而此时的胭脂已经拿到了电台 街头人告诉她说 鬼子的侧相车经常在市区活动 让她在发报时注意安全 随后胭脂换了身打扮 来到了特战总部门口 也就是冯曼娜家的豪宅 原来曾经她跟冯曼娜是最要好的闺蜜 但自从胭脂杀了她的间谍父母后 两人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聪明的胭脂在特战总部的对面租了一套房子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但她不知道大难即将临头